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腋下之真的是你 第22至23集,真的是你 路易的表白,不可以早恋 但跟我可以 经过三天的治疗 路易筋下的身体都基本恢复 路易手臂缝的针回锦衣室拆线就可以 其他擦伤基本缓解 至于亲子的印记只能慢慢恢复 马上要回锦衣室 筋下非常开心 脱掉宽大的病号符 换上那件藕粉色的短袖衬衫和牛仔短裤 又恢复了青春活力 背着双肩包跑到305病房去找路易 路易还有半袋点滴没打完 但也已准备好 病号符叠得整整齐齐 放在同样叠得整齐的被子上 白色的T恤和牛仔裤 洗得清清爽爽的头发 还有刮得干干净净的下巴 那个英俊的小伙子又回来了 今下一进屋 发现屋内只有路易一人 立即欢托起来 蹦跳着来到路易身边 路哥哥 今天好帅啊 嘘 这里是医院 不要连蹦带跳的 惊吓的话让路易心里美滋滋的 但制止他的话还是脱口而出 而且还伸出手臂 做了一个向下按的动作 哼 你的胳膊不疼了 今下一屁股坐在凳子上 瞪着路易 不满地撅起嘴 不疼了 说着路易还抡起胳膊绕了几圈 你看 看在你今天不再是邋遢大叔的模样 不跟你计较 今下故意将他那两天的样子夸大 什么 邋遢 还大叔 路易不满地皱起眉 小小年纪就只看脸 颜值那么重要吗 当然 哈哈 其实 我昨天看见上官姐姐将你的行李箱送来 就知道你今天肯定会鸟枪换炮 果然 果然 你这都是什么词啊 路易轻醋着眉 在惊吓的脑门上谈了一下 你不也是 而且那晚咱们来这里放孔明灯 你就穿得这身 嗯 对啊 嗯 不对 我是女孩 你是男生 你一个大男人 搞得这么精细 比女孩还精细 那是因为你不精细 话说一半 路易捶下头 顿了一下 但你仔细 今下觉得路易没说错 自己确实少了几分女孩的交柔 不过他突然捶下头 像想起什么 又纠正自己的话 给今下弄糊涂了 今下和仔细 有什么区别 仔细也不对 是心系 啊 今下还是一头雾水 哎 路易你的点滴还没打完啊 305室的其他三个人 从外面走进来 声音洪亮的一个大叔说道 我比你们多一代 不过也快了 快了 哎 小姑娘也在啊 正好 正好 大叔笑起来 接着三人各拿出一包不同口味的巧克力 放到路易床头的小桌上 谢谢小姑娘 这是大叔 大哥哥们的一点心意 关键时候 你的巧克力可是救了咱们啊 像你这么大的小姑娘 这么细心 这么勇敢的不多啊 大叔的声音洪亮 说得今下有些不好意思 尤其那个细心 让今下瞬间明白 路易刚才的话 今下弯起眉眼 哇 这么多 有酒心的 有黑巧 还有真人的 谢谢 谢谢 我要吃好酒的 我们几个到外面逛了逛 顺便买的 你留着慢慢吃 一会儿 我们几个就不坐紫云村的车回去了 直接去火车站回家 再见 大叔向今下摆摆手 又拍拍路易的肩膀 小伙子 好福气 加油 老弟 加油 那两个年轻些的 也拍拍路易的肩膀 又冲今下摆摆手 再见 小姑娘 再见 我送送你们 今下站起身 回头看见路易也站起身 他瞬间明白 跳起脚去购架子上的点滴 逗得几个人忍俊不禁 大叔继续打去 有这个小丫头 不会寂寞哟 路易翘起嘴角 抬手拿下来点滴要带 递给今下 今下高举着点滴带 与路易送几个人到电梯口 路易打完点滴 与今下 上官西 一同吃了午饭 然后与上官西告别 坐上紫云村派来 街本村村民及车子 还停在紫云山庄的游客 自愿者的中八 上车前 上官西 抱抱 今下 在他耳边轻声说 希望下次再见面 听到你和路警官的好消息 谢谢姐姐 我一定会努力的 考上医科大学 向姐姐汇报 今下弯起星星眼 回头看看路易 至于路哥哥的好消息吗 我就不知道了 上官西无奈地笑笑 傻丫头 是你们俩 剩下的话还没说完 后边有人说 袁今下 很高兴 未来能与你成为同行 三人一起回头 只见张医生 捧着一大树淡粉色的百合花 满眼笑意地看着今下 祝你康复 好漂亮的花 谢谢张医生 今下高兴地接过花 谢谢您这几天的照顾 不客气 都是应该做的 等你做了 医生也会这样 而且一定比我做得好 张医生笑容可居地直立着 花里的卡片 有我的联系方式 你考医科大学 我会无条件给予帮助 好的 谢谢 今下从花束里 拿出卡片看看 然后放进背包侧带 到时候 少不了会麻烦您的 今下 上车了 大家都等着呢 路易生呼吸了几次 咬着下唇 终于忍不住发声 来了 来了 今下捧着花跑过来 灿烂的花朵 趁得今下越发俏里 跑到车子跟前 又回头对上官西 张医生挥挥手 再见 上官姐姐 再见 张医生 汽车启动 今下捧着花束 淡淡的花香 直冲鼻尖 今下笑眯眯地沉浸在花香中 兴奋的神情溢于眼表 一束花就让你高兴成这样 路易酸溜溜地说 多好看的花呀 这可是我第一次收到花 怎么会不高兴呢 今下弯起星星眼 看向路易 不过 路哥哥你好像不怎么喜欢花 一直在皱眉 你要是不喜欢 那 那我换个礼物给你吧 什么意思 你有礼物给我 路易诧异地看着今下 心中却是无限地懊悔 他人生的第一束花 居然是别的男人送的 对他第一次表白 也是别的男人 自己皆是看客 照这样发展下去 嗯 是的 你一直帮我 我想感谢你啊 不过我的礼物有点丑 而且你也不一定喜欢 我想想 还是换个礼物吧 今下的话 打断了路易的思绪 掌心朝上伸到今下面前 我只是不喜欢这束花而已 既然准备好了 给我吧 那你不许笑我 不笑你 今下从双肩包里 拿出一个紫色的香包 放到路易的手心 就是这个 里面装的薰衣草干花 你是第一次做吧 还不错 路易合拢掌心翘起嘴角 我收下了 上官姐姐说 这个薰衣草香包 除了可以放在衣柜里当香料 最主要的是能镇静住眠 我想 路哥哥每天工作很辛苦 希望你可以休息好 今下见路易喜欢那个香包 于是来了兴致侃侃而谈 嗯 那你每天又要跑步 学习又要很晚 你不需要一个 路易笑着反问 我 今下直指自己的鼻尖 我沾上枕头就着 今下后面的声音越来越小 以前是沾枕头就着 可最近却总是失眠 应该是放假了 没那么辛苦了 今下自己在心里找步 那你知道 薰衣子香包的寓意吗 路易问道 不知道 今下一脸懵 我上网查查 我告诉你 等待 哦 那就是了 等回锦衣了 你不要忘了 教我散打哦 这就是我的等待 嗯 回到锦衣室 每天早上除了跑步 路易开始教今下散打 今下学得有模有样 一个半月的时间 基本功已经练得不错 这日两人练完功 路易拍拍今下的肩膀 我还能教你十多天 然后还是让层服教你 啊 今下愣住 为什么 过完十一 我要去丹南集训八个月 那么久 那 那我的功课呢 你能晚上再现辅导我吗 不能 因为 因为这次集训的地方 没有外网 我和阿德一起去 所以晚上阿德 也不能辅导你了 只有休息的时候 不在营地到外面上网才可以 但多长时间 可以休息一次不确定 哦 知道了 今下垂下头 摆弄起手指 我要学会自己学习 这算是一个机会 对不起 我 没能 已经很感谢了 今下抬起头 有些事我总得自己面对 你放心 我会好好努力的 我相信你 路易柔柔今下的头发 我能离开营地的时候 一定第一时间联系你 辅导你的功课 如果遇到的难题太多 一时解决不了 你可以联系一下张医生 他 他不是说要帮你吗 这话是路易考虑再三说出来的 纵使他不希望 今下跟那个张医生联系 但是现在他帮不了他 他不能那么自私 这关系到今下的前途和未来 哦 我不想麻烦张医生 今下低声说 你不说 我都忘了他说过这话 再说 我跟他也不熟 我记得当时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路易见今下一口否定 既欣喜又为难 但还不忘逗弄小丫头 就是随口一说嘛 人家都那么说了 我不也得客气客气 哦 就是 客气客气 路易故意拉长声音 对啊 我还是请个家教吧 不用 路哥哥 什么都不用 我自己可以 我只有一个请求 这周日请你吃个饭 算是为你践行 嗯 这个可以哦 一连几日今下在早上的训练和晚上的功课辅导中 都表现得比平时更认真 好像要把路易交给他的内容全部练会全部记住 路易交的也特别认真 能在这一环节说的动作要领或知识重点 绝不会拖到下次 今下偶尔还会调皮 路易也还是一贯的深沉清冷 但两人之间还是时不时 涌动着微妙的离仇别叙 周日早上两人训练完 路易问道 晚上请我吃什么呀 你说 请你 当然是你说了算 嗯 吃烤肉吧 中午十二点 我来接你 我选地方 你付账就OK了 好 中午 今下用妈妈的化妆品化了一个淡妆 还穿上了妈妈新给她买的学院封套裙 蓝白相间的格子连衣裙 米白色的毛绒背心 挂着玩具熊的双肩包 清爽 优雅 又不失活泼 在秋天斑斓的色彩里像只可爱的云雀 路易提前二十分钟就到了今下家的小区门口 她穿着米白相间的的棒球服 米色的休闲裤 百无聊赖地绕着车子走来走去 直到今下还有几步就走到她面前 她才认出 惊讶地呆愣了好一会儿才迎上去 今天很特别呀 好看吗 妈妈新给我买的 今下弯起星星眼 好看 一开始我都没认出来 真的 我建议妈妈买这款的 是不是很有眼光 今下校夜如花 熟练地拉开车门 走吧 我已经馋得不行了 好 作文 路易带今下去的烤肉馆 在公安大学附近的一条小巷里 里面不大 但装修很有创意 用餐的都是附近大学生 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 当然也有情侣 老板娘漂亮又热情 熟忍地与路易打招呼 路易轻车熟路地 将今下带入里面的包房 包房很小 最多能坐四个人 我还想着 就我们俩人怎么还订了个包房 原来这包房这么小 真挺适合的 今下打量着四周 笑眯眯地说 上学时 经常和阿德 陈福 二鹏一起到这里聚餐 我喜欢静 所以一般都会在包房里 路易拉开凳子 示意今下坐下 我一进来就猜到了 你这么挑剔 肯定会嫌外面吵 路易翘起嘴角 心想 他越来越了解自己了 将菜牌推到今下面前 喜欢什么点吧 这话应该我来说 因为是我请你吃饭 今下又将菜牌推给路易 好 那我就不客气了 等各种菜品上桌 今下才发现 路易点的菜有点少 今下狐疑地看着路易 哥哥 不用给我省钱 这也太少了吧 我很能吃的 我知道 在紫云山庄 已经见识过了 路易浅笑着 那还点这么少 菜牌给我 我再加点 今下说着 去够菜牌 先吃 不够再点 别浪费 路易抓住 今下的手腕指指道 哦 今下不自然地抽回手臂 脸颊有些发热 自那次在紫云山庄 被路易横抱回小楼以后 两人再有肢体接触 今下都会感觉心跳加速 就算练伞打时必然地触碰 有时也让他心愿意马 路易当然能感觉到 总是不留情面地呵斥 呵斥完今下 他自己也会迷乱一阵 只是今下看不出来破绽罢了 来 我先帮你烤肉 路易也有些尴尬 加起一块肉 放在烤盘上 我来 我来 本来就是我请你吗 今下起身 抢过路易手中的夹子 不自觉地站到路易身旁 路易也不阻止 乐得小姑娘 把一块块烤好的肉 放到她的盘中 不管怎么这样的待遇 只求不得 这样的时光太美好 要好好珍惜 几块肉下肚后 路易坐不住了 按今下坐下 你不是馋得不行了吗 来来 我来 两人你来我往 吃得热火朝天 带所有盘子见底 今下依然意犹未尽 我说点少了吧 我还没吃饱呢 知道 咱们换个甜点好不好 路易问道 甜点 烤肉店还有甜点 等着 路易叫来服务员 吩咐了几句 不一会儿 屋里突然暗了下来 只有贴着彩色玻璃纸的窗户 透出几缕微弱的光 怎么回事 今下有些惊慌 路易来到她身边 轻声在她耳边说 没事 甜点马上来 啊 今下还没反应过来 服务员端着烛光闪闪的蛋糕走进来 祝美女寿星生日快乐 后面还有一个服务员还端着一碗长寿面 今下惊讶地看着路易 突然眼里漫其水雾 来 许个愿 然后切蛋糕 路易关上门 再次来到今下身旁 今下回眸看看路易 你怎么知道我今天过生日 先许愿 切蛋糕 然后再告诉你 今下郑重其事地闭上眼睛 许完愿切好蛋糕 看着路易等待答案 给你做笔录的时候记下的 路易用手指沾一块奶油点在今下的鼻尖 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 今下既感动又兴奋 唱着生日歌 吃着蛋糕 突然想起什么 冲路易一笑 路哥哥 今天我就18岁了 是不是可以喝酒了 嗯 但我今天不能陪你喝 我要开车 哦 那算了 哪天你不开车 咱们一起喝 好 一言为定 从餐馆出来 今下拍着小肚子 不停地说 吃撑了 吃撑了 是谁闲点的少 我哪知道你准备了蛋糕 那就逛一逛 消消食 两人一前一后相差半步的距离信步 沿着小巷前行 不知道为何谁都不说话 好像场景的转换 没了餐馆的美食诱惑 连带秋风都吹着不一样的情绪 转过小巷 是长满杨树的林荫路 冗长得看不到尽头 陆一略停下脚步 回眸看看今下 终于打破沉寂 等我回来 你高考已经结束了 嗯 今下抬头看看他 那 你过年能回来吗 不知道 又是一段沉寂 我可以 你会 两人同时开口 又都停了下来 你先说 陆一指住脚步看着今下 你先说 今下也跟着指住脚步 你 会想我吗 陆一眼望天空 好像是对天上的白云树说 今下垂下头 轻柔的风掠过 吹得树叶沙沙响 好久没等到回答 陆一看着天继续说 但 我会想你 寒假 我可以 可以去看你吗 今下的声音很小 很小 后面话的 基本是寒在嘴里说的 但陆一听得清清楚楚 他激动地转过身 一把将今下搂在怀里 他已经克制很久了 每一次他想抱她的时候 都对自己说 他还小在等等 可现在 他不能再等了 他怕 一别八个月 他怕自己无法专心培训 更怕自己会违反纪律 当然也怕就此失去他 他的声音很轻 但很温暖 不可以 而且我也出不来 那怎么办 自从知道陆一要离开八个月 今下总有些伤感 心底隐隐盼望 陆一能表现出一丝留恋 可是他又不敢深想 但陆一刚刚说的会想她 让她的小心脏 缩得紧紧的 眼里漫起一汪清澈的水 下一秒 又被陆一拥入怀中 第一次被男性的气息包裹 她的身体僵直如木 声音却带着颤抖 等我 陆一感受到她的紧张 手臂又收紧了些 在她耳边低语 潜意识里我记得有一个调皮 勇敢 聪慧 可爱的姑娘 与我相伴一生 找到她之前 我从没想过成家 但我没想到找到她时 她还没长大 但我不急 我可以等 所以现在 希望她也可以等我 她的名字叫袁金夏 嗯 好 陆一的话 让金夏不好意思抬头 脸颊也热热的 金夏的答复 让陆一心潮澎湃 她用下颌倾蹭着金夏的头顶 仿佛天上的云 都在对她笑 可是 你不是说 高中阶段 不允许我谈恋爱吗 金夏也不知道 自己怎么突然问出这句话 跟我可以 陆一大言不惭 只跟允许我谈 暗雅的低语 大手的轻浮 让金夏将直的脊背 渐渐软了下来 不知不觉 身子靠在了陆一胸前 突然 陆一的手机响了 陆一腾出一只手接电话 金夏眼巴巴的抬眸看着她 听了一会儿 她知道她晚上要值班 他们马上就要分开了 陆一放下手机 看看金夏 咱们回去吧 我晚上要值班 嗯 不高兴了 陆一低头凑到金夏跟前 没有 咱们出来的时间挺长了 也该回去了 乖 陆一摸摸金夏的头 我不希望我们的恋爱 影响你的学习 我明白 汽车行驶在路上 车上的两个人 彼此交换着深情的眼神 空气里流淌的 全是甜蜜的味道 车子照例停在 金夏家小区门口 陆一从后备箱 拿出一大捧红玫瑰 递到金夏面前 喜欢吗 喜欢 金夏笑得比秋日阳光还灿烂 敢拿回家吗 敢 金夏毫不犹豫地答 不怕阿姨问你 不怕 金夏弯起星星眼 妈妈问哪来的 我就说是陆哥哥送的 妈妈问我 陆一说什么了 我就说他说生日快乐 鬼丫头 陆一点了一下金夏的鼻尖 哦 对了 那个薰衣草香包的寓意是什么 你上网查了吗 你不是告诉我等待吗 后面还有两个字 啊 还有两个字 什么字 爱情 确切答案是 等待爱情 所以小丫头 你送我薰衣草香包 是不是 金夏脸色飞红 跳起来捂住陆一的嘴 陆一就是抓住金夏的手腕 在她的手背上 轻轻落下一吻 瞬间金夏连脖子都通红了 第一次见面 你差点撞我身上 那时就认定你了 陆一将金夏拉到身边 默默含情地说 回家好好学习 不要太想我 晚上视频 我抽查功课 不会要IP的 优优独播放